主席有请主委 请盛主委 主委好,今天是我们文化部及首属机关的组织法的神 那我们也知道文化部这次要组织再造 整并了许多原本属于其他部会的附属机关 但是在整并以后呢 它的地位和它的比较以后有明显的不同 像我有看到你们这里的 像历史博物馆 还有国立台湾博物馆 还有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就列为是二级的机构 三级有九个机构 但是呢,再看看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就被列为直接你们所监督的四级的机构 对于这些博物馆 文建华你是如何规划它的位阶 看主持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大概都是跟整个行政院的陈迹 包括研考会人事行政局等等 共同针对这个不同的管设 他们过去历史上的这个严格 以及他们负担的业务的整体来做考量 那当然还有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本来根据总员额法 我们的公务人员的数目就要做一定比例的调降 再加上三级机关总数不得超过75 所以在这几个大的原则之下 势必要做一些这个三级跟四级的这个分配 那这个大概如果说我们单一单一 每一个挑出来看 不一定百分之百都能够说出一个 一定让它是三级或四级的这种 很明确的这一个标准 可是它是三级跟四级 它是整体不同的机关之间相对做比较以后 大概而且在总限制的数目之下 所做出来的一个调整 主要听懂你的话 就是因为有的限制不能太多 但是一样是博物馆 过去过去都是一样平行的 现在就被分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对这员工 或者对他们历史这个博物馆 变成一种鉴定评鉴一样 你就是不好 所以它刺激 其实这个三级跟四级跟他们的表现 没有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 应该有关系 并不是说三级表现是比四级好 所以完全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完全不是标准 当然你是跟他说 但是再深透一点去想想 应该是会有 那另外你也看看 还有你们手的那个里面的 有一个叫做美术馆是不是 国立这个美术馆 有看到吗 国立美术馆 是是 是文化部的 也是三级的 然后呢文学馆呢 就被列四级啊 像这个美术和文学 像同样一样的情形被列三级四级 我觉得好像 大概你比较重重美术馆吧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美术馆 下面还有四个生活美学中心 所以针对这一些 我是觉得 你们是不是 再研究清楚一点 是 有一好的解说 是 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子放 是 因为像文学馆和美术馆 照一般来讲 文学馆的地位 那个位阶应该会 会超过比较美术的感觉 但是你这个 刚才你也讲了很多嘛 我是听下去的 但是呢 外面人听得懂吗 或者听得下去吗 我觉得还是要 加强这个说明 还有呢 你把那个行政法人 中正纪念堂 那个文化中心 调整为国家表演意识中心 还有一个法人多管手的方式经营 办你国家的表演的 有两厅宴啊 另外还有魏武员两厅宴 对不对 是 你们的报告书里面讲到说 行政法人可以适度的 引进企业的经营 这个精神啊 使政府在公共事务执行上 更具有专业及效能 并在国会及主管机关的 适度的监督之下运作 同时可以在人事会计 采购董制度 那个做弹性的处理 就主委的报告书来看 对行政法人的效能啊 你给相当高的评价 这样子看 从你刚才的讲话 对我念的 是 但现在呢 中正文化中心也是行政法人啊 的经营模式啊 是 对不对 但独立经营以后呢 始终没有摆脱这个年年亏损的困境嘛 对我们都很清楚嘛 我们教育委员会啊 是 未来有什么把握 可以把国家这两厅宴 还有魏武营两厅宴 转亏为盈呢 是 我给我一个报告 你有这个能耐吗 我给我一个报告 就是说 我分两个部分了 一个是说 它到底是不是亏损 它其实是应该用一个相对比较的观念 就是说它如果行政法人化跟不行政法人化 如果不行政法人化的话 可能国家每年编的预算的比例是要更高的 那因为做这种 每一个国家 不管是投资博物馆 投资表演厅 大概都很难说期待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设施 它完全是一个赚钱的角度 其实它真正赚钱的一个指标 是提升了这个国家 国民的文化素养 那个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 所以我跟委员报告的意思就是说 行政法人化以后 它确实在它的募款弹性 用人跟绩效上面 会比起没有行政法人化之前 是有进步的 这个是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比较 你是好像蛮有信心的 不过呢 中正文化中心 这个原来的那个 就是用这种方式经营 你要好好的去研究它 为什么会亏 对不对 那重新以后呢 另外一个面貌出来 希望真的能转亏为盈 亏本的事情没有人要做了 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一样了 既然是法人的话 这个要特别注意 还有呢 我也查询你文件会现行的主要工作里面 其中有一项是生活美协的业务 你在报告书中规划了七个业务失踪 我找不到负责这项业务的单位 就是年来的美协 生活美协 那是不是未来 这个不再推动这个生活美协业务 还是你隐藏在哪一师里面呢 就是生活美协业务 在艺术发展师 在艺术发展师里面吗 是 那让我看不到啊 艺术发展师 好 那我回去再比较详细 你也希望能够提供 更详细的 让我知道 给我 还有文件会除了推广文化传承之外呢 也肩负的福祉民间的文化协会的任务啊 那这个工作同样我也在这个七个业务失礼的职责啊 说明中找不到对口的单位啊 我我民间文化发展 就是民间的文化协会啊 有哪一个是来负责这民间的辅导和辅职呢 这是在综合规划失礼 也在综合规划失礼 那就是说你给我们委员的说明的话 刚才我提的这个包括刚呃 今天的那个文化协会的 还有包括刚才的生活美协业务的 你的说明中里也没有清楚的指出 那现在是你执询的时候 你的那个下属告诉你的 但是呢 你东西送给我们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上面一目了然的看下来 各位报告 在附件好 我们有一个触物规程 那因为今天审查 呃不是审查到触物规程 触物规程里面 对每一个司 他的业务指导都有说明 所以你要详细地让我们委员知道 好不好 那你也可以分别跟其他的委员 如果有疑问的话 应该让他们了解 是 另外主委 你五月初的时候 你不是到欧洲去访问吗 是 其中在法国的时候 法国文化部长叫做Mitterrand 是 提议说要跟台湾合作来拍电影 是 如果计划落实的话 将是我们台湾和法国之间 首次的合作拍片 是吧 有助于提升 台湾过去啊 在法国以及欧洲的那个能见度 是不是 这是非常好的 那请问主委 对于这个台法联合拍电影 文件会是否有具体的规划 有了吗 你答应他了吗 我跟委员报告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大概针对双方能够合作的一些这个议题 大概各自提了四五项 所以加起来有重叠的部分大概有七八项不同的议题 那当时Mitterrand 部长就跟我做了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双方各指派一个小组 他们去研究议题 六月 那你去指派好了啊 对我们这边 那表示说我们就实质的进入这个阶段嘛 对不对 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会跟他们再开一次正式的会议 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份的时候对 然后就说从五月见他到六月之前 我们是等于双方去做幕僚作业 六月份的时候会把这些议题具体要双方想提出来合作的事项 我们六月份会正式开会 那我希望很快的看到你的成果 集体一点嘛 那大概什么是最快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六月份开完会有共识 我们就可以进入执行阶段 不是执行阶段什么时候就可以拍出来 这个可能现在还没办法讲 这个要看对方 如果快一点的话建国一百年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 也没有机会 不可能 不过还是努力一点 当然我知道拍片要蛮多的时间嘛 还有你回国后对媒体表示说 明年文化部成立后将在海外的文化的祭典有三个 对不对 然后转到变十一个强化台湾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 对不对 你有这样子讲 但是很巧的 你有没有看昨天的联合报 你有没有看 他这个外交部对新增的驻外单 那个管提出了批评 他怎么说呢 外交部认为 采管很怕影响双边关系或国际的空间 表面上的礼物是冠冕弹簧的 其实搜穿的是本位主义 怕影响日后人员的深迁 这是外交部讲的 既然标榜活乐外交 外交部更应该彻底的减少全球外管的必要性 而不是因为增管而沾沾自洗 以当前台湾的国力要养118个外管 只是浪费国家的资源和纳税人的血 实在没有资格拿出来说嘴 这个主委 能不能记得一下说 目前我们在巴黎纽约还有东京 对不对 有三个外管 这个海外的文化中心有什么大的贡献 值得文件会 你要推广到变成11个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因为在巴黎有文化中心的关系 也经营了十几年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到 我们跟法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就非常的频繁 就不管是台湾的团队 我们这一次跟当代传奇去做演出 现场全部都是这个法国 我大概不能讲全部 十分之九都是法国的观众 那双方因为这样子的频繁文化交流 在政治上 我倒过来讲 在政治上 所以我们可以是 这个就直接去见到他们的部长 也见到他们外交部下面 新成立一个法国文化协会 是总理全法国对外机关的一个新成立的机构的这个首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之间的密切互动 对于两国实质的邦交 也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但是你刚刚讲 刚才提的跟外交部的看法不一样 外交部说这么多 每一个国家都受力一个这个外管 你们都是属于外管的里面的一部分 他们外交部本身就不愿意说增加太多外管 因为财力负担太重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提出来就跟他为不一样的那个理念哦 是 对不对 内部的沟通我们当然要加交官会去谈 对不对 那我想外交部他这样提出来也有他的理由啊 对不对 有的外管是不值得的 那你还进一步说要东欧南欧西欧澳洲 西兰还有东南亚及美西都要扩新的祭典 那续典没有这个驻外那个使馆当你的背景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推动嘛 对不对 那既然外交部会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觉得文件会的主委你不妨说要文化方面 不一定要设在定点扩散的定点 那要怎样的找每一个国家把你我们要给人家看的 要交流的用一种方式短期的不是定期的不是长期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 是 可是在各位报告在实务上 如果不是长期定期的交流 我各位报告一文活动的安排通常都是要现在安排两年以后 必须把比如说以法国来讲 我们把法国重要的表演中心的策展人请到台湾来看 主委 主委 这时间没有多 你的理念 你的看法 这个讲起来是很好 但是实质上 外交部就没有办法弄那么多的那个那个定点 让你去发挥嘛 所以这点我们要见机神师 见看看怎样的东西 怎样的菜来煮 怎样的那个那个餐点出来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想煮了很多 结果你没钱买啊 我们一定是在既有外交部油管的地方 对啊 但是他现在的那观念跟你不一样啊 所以你要好好的跟外交部沟通一下才对的